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从莫不出生的主持人到流量明星的华丽转变 对王一博的出印象 是他那沙玛特头银白的头发 当时的他是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登上快本 接着就是他在天天向上莫不出生的隐形般的主持人 我想,每个明星成名前总会有那么个沉寂期 没有爆火前,就是个小透明 爆火后,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 通俗说,就是喝水都是香的 可谁增想他爆火前,他是个如何的人呢 在UNIQ组合里,他是不善言辞年龄最小的成员 在天天向上节目里他也还是言简意该的隐形主持人 可他精湛的舞技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或许他是寡言少语 但毫不影响他在舞台上是为闪闪发光的舞者 王一博真正的爆火有赖于2019年夏天 陈晴岭的横空出世 我想对于这部剧,不需要多说什么夸张的言语 也说不清是剧捧人,还是人捧剧,总之就是火了 剧火了,人也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王一博 他的商业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 各种代言纷纷应接不暇 当然,我们知道娱乐圈的爆火,需要天时的利人和 毕竟这个圈子竞争激烈,没有真正的技能本事 谁又能长久立足?王一博的爆火,离不开他本身的多才多艺 谦逊有礼,这使得他有着居高不下的人气 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天不会辜负每个付出努力的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事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